各位屏幕前的中心主任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华北区域的负责人菲李 各位爱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华东区的营销总监 我叫华珍珠 华老师 我觉得刚才您给我讲的那个故事特别有意思 您再给各位服务中心主任们讲一次吧 好的 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前几天 我路过一家西装定制店 正好一直以来我也想定制一套西装 于是我就走进去了 进去以后 店内成立了很多精致的西装 但大部分是男装 一位男店员坐在店中间的桌子上低头玩手机 看我进来以后 他倒是很快起身 然后问我定制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讲课 上台用 于是他拿了一本册子给我 告诉我这里面都能做 我就坐在桌子上翻看这本册子 这本册子里款式很多 每个款式有一张模特穿的图片 旁边配有几块颜色各异的食物布料 这位男店员在我翻看样册的时候 一直站在我旁边 一言不发 我快翻到最后了 发现这本册子的款式都没有我想要的 于是我就问这位店员有没有其他样子 他说没有 如果你有图片我这可以做 我又问了问做一套西装的价格 老实说还真的不便宜 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位店员并不专业 就想离开了 当我刚要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 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店员 这位店员问下我的身高 体重 年纪 职业 问我定制想在什么季节穿 然后看我的肤色 帮我推荐合适的色系 又向我讲解册子上不同材料的区别 质感 上升效果 这时候让想要离开的我 又继续驻足 继续和这位销售人员攀谈 最后下单了 这套西装拿回来以后 我很多伙伴都非常喜欢 后来我还为这家店 介绍了几位客户呢 你看 同样的一款产品 不同的销售人员来服务 就有不同的结果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只有专业才能赢得客户的信赖 就像刚才您讲的故事一样 其实平时我们的爱家人们 也是一对一的和会员沟通 推广产品 那华老师 作为在一线的人 大家经常会遇到什么难题呢 现在我们的经销商通常是邀约一个人来服务中心 然后针对这个人去推荐产品 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新人注册购物了 回到家里 家人不理解 认为被骗了 让他退货 或者是这个人只购买固定的爱东美产品 没有增加产品的种类 久而久之服务的经销商收入也很难提升了 嗯 那如果屏幕前的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惑 那接下来就要仔细的听了 因为我今天要给大家讲 家庭消费规划师这个概念 就是要解决华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太好了 菲比老师 那您快告诉我们什么是家庭消费规划师吧 好的 首先家庭消费规划师不是产品推广员 推广员大家都不陌生 超市品尝牛奶酸奶的 马路上发传单的 还有一些各直播平台带货的大咖 他们只关注一件事 就是把产品卖给你 而家庭消费规划师是为一个人 以及这个人背后的家庭的消费进行规划 通过分析消费者家庭成员的需求 并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搭配 让消费者拥有更健康的品质生活 说到消费者 让我们先看一些数据 后疫情时代 宅经济的需求显著提升 用户更加关注 家庭日用品与健康产品 2021年 家庭消费品类同比增长18.16% 2020年 中国居民在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 类型的家庭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三到七万 我们之前是针对一个会员去推荐产品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他背后的家庭 那这个蛋糕还真是点大了 对的 在您付出相同的时间去维护的目标群体 维护家庭提升客单价 照顾到家庭的需求 甚至邀约家人一起来体验 收入增加的同时 压缩和节省了时间 所以您希望是维护一个人呢 还是一个家庭呢 当然是家庭了 菲比老师 讲到这里 我明白为什么叫家庭消费规划师了 因为 第一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家庭 不再是个人了 第二 第二 我们是做精准的规划 而不是简单的推销 那如何才能成为家庭消费规划师呢 成为家庭消费规划师有三个核心逆诀 1.产品自用 2.品牌替换 3.后续跟进 接下来 我给大家把每一点都展开来说明一下 首先是产品自用 产品自用这里有三个步骤 第一要自用全品类产品 大家都说无自用不分享嘛 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 第二 就是要学习产品知识 菲比老师 我有个问题 我自用完毕 自用出效果后我去分享 不是说形象一变 市场一片吗 怎么还要我学产品知识呢 很多人都不爱学习呢 自用 并且有变化后再分享 这的确是正确的 但必须还要进行专业系统的产品知识学习 因为现在的顾客越来越理性 接触的信息也很多 当他们对一款产品产生兴趣的时候呀 就会问到大量的产品知识 那如果说我们的经销商回答不上来 那一定会让顾客对他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了 就像刚才您讲的那个故事一样 就会失去顾客了哟 嗯嗯 这回我明白了 华老师 那我考考您吧 诺力果多少个小时发酵呢 还有多少种维生素 矿物质和氨基酸 1440小时 7种矿物质 18种氨基酸 12种维生素 太棒了 如果这时候我们还能说出每一种矿物质 氨基酸 维生素 对于人体的好处时 就显得我们更加的专业了 最后是掌握搭配推广技巧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比如一个家庭的儿童 老年人 职场精英等等不同的年龄 职业特性的人 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这些呀 都是作为一名家庭消费规划师 最基本的技能和知识储备了 是的 在我市场中 对产品知识了解 熟悉搭配的人 业绩也是稳定持续增长的 那么产品自用后 是不是就要马上分享了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第二个核心逆诀 品牌替换 品牌替换 顾名思义 就是顾客从一个产品或品牌的使用 转向另一个不同但相似的产品 且持续使用的过程 那我想问问华老师 您在使用爱多美护肤品之前 用的是什么牌子呢 我之前用的是一个英国的护肤品牌 所以您从英国的这个护肤品牌 换到爱多美 这就是一个品牌替换 那如何做好品牌替换呢 我同样为大家总结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关注现在史 成功八阶段里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列名单 名单上每一个人 其实就代表一个家庭 找到A类名单 也就是非常熟悉我们 信赖我们的人 先从他们着手进行沟通 您可以去他们家里坐一坐 关注朋友家里的各个角落 比如卫生间 厨房 爬张台去转一转 从他们正在使用的产品开始 看看他们正在使用的产品的种类 价格 品质和品牌 那么最容易进行替换的 一定是他们正在使用的品类 而且价格比我们贵 这种品牌置换成功力也较高 对的 我最开始使用的爱多美产品 就是防晒霜 以往我使用的防晒霜 一支50克的就超过200元了 使用过爱多美的防晒以后 发现又便宜又好用 果断就换成爱多美的了 所以关注现在史 就是要发现顾客的家里正在使用的产品品类 然后优先分享我们价格更便宜的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眉毛胡子一把抓 好了 那最容易替换的产品 我们分享完了以后 让顾客使用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要做好后续的跟进服务 当发现会员对替换完毕的这款产品 非常认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就是挖掘种草产品 佩比老师 什么是种草产品呢 种草产品有两种 第一种是顾客正在使用的 但是价格比我们低 相信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吧 还有就是顾客没有在使用 但是会有考虑过要不要试一试 这都叫种草产品 种草需要不断的浇水和拔出杂草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可能不会取得很快的效果 需要我们与他们分析用我们的产品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替换的产品 替家庭减少多少费用 以及带来的潜在的好处 比如说身体健康 皮肤状态的改变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等等 比如我妈妈 及她的所有闺蜜们 就是我们环保拉链带的中时粉丝 这原因有一次我妈妈把一颗西兰花 放在一个大的环保拉链带里 然后就塞到冰箱里了 结果她塞东西塞的太多了 这颗西兰花就被塞到最里面去了 等半个月之后她发现的时候 这颗西兰花怎么样 还都是翠绿翠绿的 和新买回来的一样 那我们都知道 西兰花买回来三到四天的时候 基本就变黄了 一周就完全吃不了了 但是我妈妈就用这样 一块多钱的一个拉链带 省掉一颗五六块钱的东西 后来她把其他容易变坏的绿叶菜 比如说香菜 菠菜 也都放进环保拉链带去储存 果然每种蔬菜保鲜的时间就更久了 后来她把这个故事 和她很多闺蜜们分享 也把自己的这些拉链带送给他们 然后这些阿姨们就充分去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每一个袋子用完之后都洗干净接着用 一元钱可以省下好多的菜钱 这些阿姨说省钱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以往几天就发黄的蔬菜 就代表着已经被冰箱里的细菌什么的清洗了 但是放在拉链带里就一直很新鲜 吃起来也健康 所以您看一个小小的拉链带可以为家庭节省费用 带来健康吗 贝比老师 那我发现有的会员会觉得他使用的产品更大牌 觉得虽然比我们贵 但使用这样的品牌很有面子 或者他们用的产品比我们便宜 这两种情况产品置换就不容易了 嗯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伙伴们 去分享我们产品的性价比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成本占比在行业内是很高的 而很多大牌因为广告渠道关系 最终涂抹在我们脸上的部分 也就是成本是不高的 如果我们的讲解让顾客觉得反感 大家也可以来讲故事 讲一个同频的故事 让他更容易接受 那品牌替换的最后一步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我们推荐会员目前没有在使用 但是我们自己用的好的产品 我们可以分享个人使用产品前后的变化 带来的好处 让这位会员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这样呢 以后他身边有人需要 会为大家做一个转介绍 就比如啊 去年我因为工作和学习压力比较大 然后脱发的情况就很严重 发量差不多是原来的一半吧 我非常苦恼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款产品 其实我这个朋友呢 他本身没有脱发的问题 但是他恰巧是看见 他的一个朋友 头发有少变多 于是就帮我问到了这款产品 这就是一个转介绍的过程 大家清晰了吗 贝比老师 您这样分解完毕 我就更清晰了 的确以前一遇到顾客 很多人就分享自己用的好的产品 或者自己认为对对方有好处的产品 甚至有的时候过于热情 让亲友对我们退避三色 您讲的上面两个部分 让我知道了 要想做好家庭消费规划师 自用学习 然后分析顾客的家庭消费习惯 按照游易到难 游少到多的方式 逐渐去做品牌替换 哇 华老师真的是太聪明了 那我就继续考考您 接下来您觉得该怎么做了呢 这些做完了以后 顾客就已经是我们的会员了 那就要再回到成功八阶段 做好后续跟进服务 还可以邀约他来 参加服务中心的各类沙龙活动 华老师 我觉得您以后一定是一位 优秀的家庭消费规划师 给您点赞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做家庭消费规划师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把注意力 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一个家庭 考虑到家庭每一位成员 这样潜在的消费池就会增加 其次 每位家庭成员的需求 都会被照顾到 要约一家人来体验产品 这样也不容易后续退货 最后通过循序渐进的品牌替换 从少到多 从易到难 置换的成功率会逐渐增加 经销商的信心也会逐渐增加 而不是像过去 经常遇到拒绝 从而灰心丧气 当然了 大家的收入也会持续增加 那说到收入呀 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 今天我想结合家庭消费规划是这个概念 为大家引入一个全新的公式 业绩等于名单人数乘以邀约率 乘以家庭月消费额乘以置换率 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列名单环节当中 列出250个名单几天邀约 成功的邀约率是20% 那就是50个人 也就是50个家庭 每个家庭 每个月在 保健 生活用品 客户产品的月消费额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以2500元为例 那么如果说您能够把2500元的产品当中 50%进行置换 那么一个家庭 一个月消费爱多美产品就是1250元 50个家庭就是62,500元 大家发动一下智慧 62,500元 是不是就可以达成营销经理了呢 那如果置换率达到100% 50个家庭一个月消费额就翻倍了 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两次营销经理 这不就是杰出经销商了吗 是的 华老师 或者说邀约率变成40% 即便置换率不变 也会让消费额翻倍 在这个公式中啊 大量的名单 高的邀约率 置换率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成功发掘段来提高 所以您看 我们把消费市场基础打牢 大家都会成为自动型杰出经销商 如果我们的伙伴都是自动型杰出经销商 那我们就是自动型高级经理 资深经理乃至更高的荣誉奖闲了 今天的课程内容真的是太好了 既解决了市场的困惑 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家一下子就清晰了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最后我再把今天的课程内容总结一下 贝比老师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究竟谁要定位做家庭消费规划师呢 作为领导人 如何培养家庭消费规划师呢 每一位经销商都可以定位自己为家庭消费规划师 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 作为市场领导人 我们可以采用3加3的方法来培养 一个新的经销商 在成为经销商的前三个月 自用产品 学习产品知识 参加系统学习 加入成功系统 这时候呀 不要着急去分享 而是要做好自用和学习 然后在第4至6个月 通过成功8阶段的列名单 邀约 后续跟进 结合今天讲的内容 打造50个甚至更多的稳定家庭 就可以成为杰出经销商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解答大家的疑惑 帮助大家提升收入 增加爱多美事业的吸引力 感谢费比老师 在十几分钟的时间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 那屏幕前的爱家人们 让我们赶紧行动起来 人人斟做家庭消费 规划师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